乳房有肿块是增生还是癌,一招教你快速判断,Cindy今年35岁,在一次体检中,医生告诉她,她的乳房里发现了一个肿块,听到这个消息,Cindy整个人都棱住了,心里七上八下的,她立刻联想到乳腺癌三个字,脑海中浮现出各种不好的情景,她不知道该怎么办,也不清楚这种肿块到底是增生还是癌。 一,乳房肿块的类型与判断,其实,乳房肿块并不一定就是癌症,常见的乳房肿块通常被称为乳腺节节,乳腺节节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疾病,而是一个症状,它的形成原因多重多样,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体内激素的变化,女性体内的雌激素对乳房有很大的影响,特别是在月经周期的不同阶段, 二,雌激素的分泌量会发生变化,在月经来临前,体内雌激素分泌增多,乳房腺体可能会出现生理性的增厚,这时候进行体检,发现乳腺节节的概率会很高。 因此,如果在月经期间查出乳腺节节,建议等月经结束后的三至七天再复查一次,这样结果会更准确。 二,体内激素变化与乳腺节节的关系。 体内激素水平的波动是导致乳腺节节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,除了月经周期、怀孕、哺乳和更年期等生理阶段的激素变化,也会影响乳腺的状态。 很多女性在这些阶段都会发现乳房出现肿块,但这并不一定是坏事。 大多数情况下,这些肿块都是良性的。 激素变化引起的乳腺节节通常不需要特殊治疗,只需定期观察和复查即可。 如果节节在几个月后没有变化或消失,那么就不用太担心。 但如果节节增大或伴随其他症状,如疼痛、皮肤变色或乳头异常分泌,就需要及时就医。 三,乳腺疾病与肿块形成。 除了激素变化,乳腺肿块还可能是由乳腺疾病引起的。 常见的乳腺疾病包括乳腺炎、乳腺囊肿和乳腺纤维瘤。 这些疾病大多数都是良性病变,虽然会引起一些不适,但癌变的概率非常低。 乳腺炎通常是由于细菌感染引起的,会导致乳房疼痛和肿胀,通常通过抗生素治疗即可痊愈。 乳腺囊肿是乳房内充满液体的小囊,通常无害,但如果囊肿较大,可能需要医生通过细菌抽稀数将液体排出。 乳腺纤维瘤则是乳腺组织的良性肿瘤。 常见于年轻女性大多数情况下不需要手术,只需定期观察。 尽管大多数乳腺结节是良性的,但女性朋友们仍然需要保持警惕,因为少数情况下,乳腺结节可能会发展成乳腺癌。 因此,定期的乳腺检查非常重要。 乳腺癌通常需要进一步的影像学检查。 如目把摄影和磁共振成像MRI以及病理活检来确诊。 为了帮助女性更好地判断乳腺结节的性质,医生通常会使用BI-RES分类系统。 这一系统将乳腺影像学检查结果分为0到6级,不同级别对应不同的风险和处理建议。 BI-RES分类不仅帮助医生制定治疗方案,也让患者对自己的健康状况有更清晰的认识。 4. 肿块诊断与治疗指南。 根据BI-RES分类,不同类别的乳腺肿块有不同的处理方式。 1. 良性肿块,如乳腺纤维瘤和乳腺囊肿,通常不需要手术,只需定期观察。 如果肿块增大或引起不适,可以考虑手术切除。 2. 可以肿块如BI-RES4级别的病变,需进行活检以明确诊断。 活检是一种通过取出少量组织进行显微镜检查的方法,可以确定肿块的性质。 3. 恶性肿块,如BI-RES5和6级别的病变,需尽快进行治疗。 乳腺癌的治疗包括手术、放疗、化疗和靶相治疗等多种方法。 根据病情的不同,医生会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。 5. 乳房健康的日常保护。 1. 饮食与免疫力调节。 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对于保护乳房健康至关重要。 增加摄入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物,例如新鲜水果、蔬菜、全穀物和坚果,能够增强免疫力降低患乳腺癌的风险。 研究指出,食用含有丰富抗氧化剂的食物,例如蓝莓、胡萝卜和菠菜,有助于保护乳腺细胞免受损害。 2. 运动与乳腺癌风险降低。 规律的体育锻炼不仅有助于保持体重,还能降低乳腺癌的风险。 每周进行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,如快走、慢跑或游泳,可以显著减少乳腺癌的发生率。 运动有助于调节体内激素水平,改善免疫功能,从而保护乳腺健康。 3. 定期乳腺筛查的重要性。 定期进行乳腺筛查是早期发现乳腺癌的重要手段。 35岁以上的女性,尤其是有乳腺癌家族史的人群,更应重视定期检查。 乳腺X线摄影目把摄影是目前最常用的筛查方法。 能够发现早期尚未出现症状的乳腺癌。 对于高危人群,还可以考虑磁共振成像MRI等更加敏感的检查手段。 通过健康饮食、规律运动和定期筛查,可以有效降低乳腺癌的风险,保护乳房健康。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,关注自己的身体变化,才能在发现异常时及时采取措施。 希望每位女性朋友都能拥有健康的乳房,远离乳腺疾病的困扰。 六、最新医学研究与未来展望。 近年来,乳腺癌的基因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。 科学家们发现了一些与乳腺癌发生密切相关的基因突变,如BRECA1和BRECA2基因突变。 这些基因突变显著增加了患乳腺癌的风险。 通过基因检测,高危人群可以早期发现风险并采取预防措施。 基因检测不仅帮助高危人群了解自身风险,还为个性化治疗方案的制定提供了依据。 靶向治疗是针对特定基因突变或蛋白质靶点进行的精准治疗方法。 与传统化疗相比,靶向治疗副作用更少,疗效更显著。 例如,针对赫二阳性乳腺癌的药物赫塞丁,Trestizumab,通过阻断赫二受体,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。 免疫治疗则是利用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来对抗癌细胞。 近年来,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乳腺癌治疗中显示出良好的效果。 这一领域的研究正在迅速发展。 纳米技术在乳腺癌的早期诊断和治疗中展现出巨大的潜力。 纳米颗粒可以通过靶向输送药物到肿瘤部位,提高药物的局部浓度,减少对正常组织的损伤。 同时,纳米材料还可以用于乳腺癌的影像学诊断,提高诊断的准确性,随住纳米技术的不断发展。 相信乳腺癌的治疗效果将会得到进一步提升。 希望通过不断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,能够提高乳腺癌的早期诊断率和治疗效果。 为乳腺癌患者带来更好的生存质量。 同时,也希望广大女性朋友们能够加强健康意识,积极参与乳腺癌的预防和治疗,共同为乳房健康努力。 为乳腺癌的生存质量。 感谢观看